发夹底座的勾置方法 5厘米的水地夹 首先左手挂线 捏住线 我们要在发夹的右侧部分入针 左手捏住发夹底座和线头 把它压在下面 勾针从下往上 把线拉出 然后勾一个锁针固定 线头要拉紧 然后还在同一个位置 入针 把线拉出来勾一个短针 这里我们用一个记号扣 把第一针的位置标记上 接下来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绕到发夹的左侧 线头要拉紧 压在下面 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12个短针 都是在左侧 勾12个短针 也就是发夹的每一侧 都是一共13个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勾完 我们来到了这个尖尖的部位 尖尖的部位 我们勾一个锁针 然后过渡到另外一侧 在另外一侧 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继续勾11个短针 勾好之后 我们在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也就是第一针的位置 进行引拔连接 接着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还是在上一圈 第一针的位置入针 勾一个短针 第一针的位置呢 依然是用记号扣标记一下 接着我们在上一圈 横着的这三个辫子 形成的这个圈圈里面入针 要勾六个长针 接着来到左侧 我们仔细找一下 左侧上一圈 第一针短针的位置 这个位置容易被漏掉 大家要仔细找一下 勾一个短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然后我们下一针 空着不勾 再下一针 勾一个引拔针 继续勾两个锁针 空一针不勾 下一针勾一个引拔针 依此类推 一直勾到发夹尖尖的部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到尖尖的位置 我们先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再上一圈 上一圈尖尖的这个辫子针这里 入针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再勾两个辫子针 下一个针目不要跳过 在里面勾一个引拔针 继续勾两个锁针 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针里勾一个引拔针 和刚才我们勾的那一侧是一样的 都要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一个引拔针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针 空着不勾 我们直接拉大线圈 在最后一个辫子针上 用记号扣做一下标记 然后拉大线圈 剪断 接着我们找到第一针 第二针的位置 从后往前入针 把刚才剩下的线头 从前往后拉过来 第一针的这个记号扣可以拿掉了 然后呢 再从最后一针的辫子针入针 再把线头拉出来 好 这个记号扣也可以拿掉了 拉紧线头 这样大家能看到这个边缘 就会处理的很平整 然后我们在背面 把这个线头藏一下 剪断线头 这样我们发夹底座 就勾置好了 两端用胶粘牢就可以了 就会把线头拉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